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月哥 今天的节目先来看看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派、自由派的学者 接下去再来看看中国的毛派、中国的左派 他们的眼中中国的时局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的眼中习近平呈现出怎么样的状态 先说习远平或者真真假假中的习远平 有一个小帖子在互联网上流传 习远平就谈他的哥哥 说哥哥的历史定位不光靠他以前他所做的 更要靠以后他将要做的风物长衣放眼亮 这次疫情重创了经济 但会是正改启动的机会 以后新闻舆论开放 视线普选司法半独立都会陆续展开 目前他最头疼的事并不是国内 而是西方群企围攻中国 武汉病毒所泄露病毒的事情 不但制造了公共卫生危机 也制造了充满风险的外交环境等等 中国大陆一位非常知名的学者 也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这个帖子 然后有感而发 一书信中快乐 他表示 这不是张口就来信口开河吗 他同时又表示 是不是已经到了最极端的情况下 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招摇撞骗 所以看到 这个正改启动这几个字眼 是极大的刺伤了这一位 刺激了这一位 中共的体制内的改革开放派的学者 那相信想必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这里没有打数据能够显示 代表性有多足了 其实这个小帖子 高概率的可能是一篇小作文 现在互联网上 有些人是专门干这个事情 去编故事 而改革开放派的学者 之所以对这样的小作文 出离的愤怒 主要还是因为这里面的逻辑 是极大的 可能让他们有挫败感 习近平普遍被认为 是在中国重塑了 所谓的威权主义 或者是权威主义 这样的一种主义 它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将权力 集中于单一的领袖 或者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 关于威权主义权威主义 它转向民主的因素 是比较的多 在这里重点提两条 都是来自专业人士的说法 第一条从外部环境来看 很大概率的一个可能 或者说最有可能 引发威权主义转型的 是这个国家被一个本身 就是民主国家的外国强权占领 比如说举个例子 美国占领了中国 那美国是民主国家 有可能会实现 中国的威权主义的转型 但是这个只是 如果只是一个假设 这次习拜会 拜习会 根据美国官方的一个说法 几十年以来对于中国 施加影响力的努力 希望共产主义少一点 资本主义多一点 民主的东西多一点 这种几十年 试图塑造或改变中国的努力 其实是已经 宣告失败了 所以更谈不上 一个所谓的 民主国家 来占领中国 第二点 从内部因素上来说 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 它能够转型 愿意转型 转向民主的话 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 威权政体 自身内部有分裂 特别是强硬派 与温和派之间的决裂 那么就中国眼下的 执政党来看 民间 包括普通的民众 包括知识分子 包括学者型的官员 退休的官员等等 那确实是有不少 对习近平的做法 持不同意见的人士 人们也倾向于相信 或者说有理由相信 在中共的内部 那是有所谓的一些 强硬派 温和派的差别 包括习近平 从三月份 非常罕见的点名批评美国 到十一月份 去美国见拜登 这种转变 也不排除 是所谓的 对美 有一些是强硬派 有一些是温和派 双方之间博弈的结果 但是要说 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 有所谓的决裂 这个对于一般的分析人士 观察人士来说 那是很需要想象力的 习近平事实上 是已经定于一尊了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 这个行列之中 他和别的几位常委 事实上已经不是 一般的同学之间的关系了 而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甚至是系主任和学生的关系 所以这个决裂 究竟是从何谈起呢 而如果说没有决裂 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 那正改 它的动能在哪里 它启动的因素在哪里呢 未来那有可能有 但是目前造成这种 大决裂的情况 还是看不真切 特别是前面小作文提到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 病毒的泄露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猜想 世界卫生组织呢 也没有结论 那么姑且承接着 就是病毒的泄露 两点 第一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第二点就是 中国海外的 外部环境的恶化 现在其实来看 随着拜登成为总统 稍微远一点 然后又是习拜会 而相对近一点 澳大利亚总理访华 其实都已经没有谈 新冠溯源的问题了 所以因为病毒的问题 造成强硬派 和温和派之间的大决裂 进而促成 政改的可能性 怎么看都是一个 没有跟上节奏的老故事 老的版本 现在中国的情况呢 有可能是恰恰相反 因为习近平 稳住了拜登 稳住了美国 所以外部 撤走的因素 是减小了 国际上空前孤立的情况 是有所改善的 中共的最高层 它反而是有更多的精力 和能量来应对中国国内的政治 所以国内的管控 应该是有加码的可能性 来看看中国毛派的最新的活动 因为眼见着130周年 毛泽东的名单 12月26日 已经是越来越迫近了 中国的左派 毛派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曲青山作为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 是公开发出了一篇 比较重磅的文章 来谈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等等 似乎也是拉开了官方 来悼念 来追忆毛泽东的 一系列活动的序幕 而除了毛泽东以外 邓小平也来了 也回来了 因为今年的12月18日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45周年纪念日 那次的三中全会 是意味着中国 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 所以毛那是要遇上了 邓 又是逢五逢十了 两个人会碰撞出 怎么样的火花呢 这近距离碰撞出来的火花 又会折射出 怎么样的习近平呢 民进追击是联系到了 中国大陆 一个毛派组织的联络人 他是谈了一番看法 有一些话 说的是直接而尖锐 今年的活动 道年毛泽东毛教员 还是有一些年度特色的 一方面就是130周年 这是一个整数的年份 另外一点 就是中国新冠疫控 是长达三年之久 那么这一次的悼念 就是疫情结束 封控结束之后的首一次 特别是遗类遗馆之后的首一次 所以人们压抑了不少的情绪 就得到了一个爆发 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概括了一下 第一点 这张图片所显示的 这位女士是毛泽东的 侄女毛小青 刚刚过去的周末 她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毛左 或者是左派网站 所举行的系列专场活动 已经是到了第15场了 除了北京 在东莞 在山东 在河南 在内蒙啊 等等很多地方 这一段的时间 都是连续在进行 可以说一以贯之 会坚持到至少说今年的年底 12月26日 第二个特点 就是现在呀 不管是民间也好 企业也罢 自发的去掏钱 筹集资金 见毛泽东塑像的情况 在今年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 那企业的话 因为还是比较有钱 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 是内蒙古的一个集团 一个公司 它是位于厄尔多斯 那是花了钱 建了一个比较大的雕像 很气派 广场也是比较的大 而且在雕像正式落成剪彩的时候 现场还举行了一系列的仪式 居民自费来见毛泽东雕像的情况 还发生在山东 湖南 辽宁 甚至是上海 当然了 这个只是不完全的列举 那么中国目前大陆 到底有多少座毛委员 毛泽东的塑像呢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 不过在十年前 有西方媒体是披露 中国大陆当时是有2000座塑像 包括官方的 包括民间的 那么眼见着现在 小规模的建毛像的情况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大幅度的超过2000了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上海市南汇区一些当地的毛左人士 毛派人士是聚集在一位居民的家中的小 院子里搞了一个仪式 中国人家下村是懂的 毛不西外儇 中国人 第三个看点 因为今年悼念毛泽东毛教育员的活动 规模大持续的时间又久 所以突发事件看上去比往年 就要显得多了不少 很突出的 在11月初湖南省长沙市旺城区 讲到旺城 目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就是旺城人 旺城下面有一个镇叫做同关镇 有个村叫做花石村 花石村的村民 那普遍是热爱毛泽东 然后当地的近600位村民居民 自发是凑了差不多70万元人民币 立起来的一个毛泽东的铜像 其实呢 已经是落成了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落成的时候 当地镇上的领导还去了落成典礼 参加了仪式 但是一个月之后 11月4日 一个夜色之中啊 一伙黑衣人带着大型吊车 是强行拆走了铜像 在稍早之前 8月份的时候 在山东省的檀城县 也是出现了当地 线上的官方人员 在夜间把毛泽东塑像周边的摄像头 给他遮蔽了 然后连夜把毛泽东塑像缠走 在谭城县当地的毛派人士的奔走呼吁之下 当然也包括整个中国一些毛派人士的联动 谭城县的官方迫于压力 最后是归还了毛泽东的塑像 也允许他在指定位置上树立起来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拆毛事件之中 当地的官方都提到了 有所谓的文件 要求不能够随便建立毛泽东的雕像 但是当毛左人士要求官方出示这份文件的时候 两个地方的官员都没有拿出来 以上说的是民间包括一些企业 一些社团组织所发动的 对于毛泽东的纪念活动 那么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11月20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 曲青山在学习时报 这个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报 头版刊出了一篇文章 学习毛泽东同志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 这篇文章有40多次提到了毛泽东 当然最后的落点还是习近平 其中就特别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就独立自主问题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把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 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等等 习近平就表示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创新和升华 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独立自主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样的文章现在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借着对毛泽东的怀念啊追忆纪念 最后呢其实点题点经的都要落到习近平思想上面 已经是一种党八股的逻辑党八股的模式了 伴随着许青山的这篇文章 现在似乎是有一个理由相信 中共官方对于130周年毛泽东的名诞纪念的活动 也是拉开了序幕 这里面就有一个巧合了 因为今年呢除了12月26日之外 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的纪念日 而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是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了 那么理论上又是45周年 所以中共的官方现在外界预期也会有一些纪念的动作出来 同时呢中国大陆有一些时政分析人士也倾向于认为 如果说中共包括习近平包括李强 要真正的要迫切的去调动企业家的信心 包括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外资的这些企业家有信心 那么不排除中共会选择2023年12月18日来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 当然这是一部分人士的分析了 那么邓好平就撞上毛泽东了 一个是45周年 一个是130周年 如果说要大张旗鼓的去纪念官方追议毛泽东 那显然他起到的是一个收缩的效应 虽然中共最高层包括习近平本人是强调 中国的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够把它割裂来看 两个30年不能够互相否定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很大程度上确实是难以自圆 其实说一边乡自由派的学者 改革开放派的学者是不接受这一点的 有学界的人士可以说是严谨一概做了概括 就是两个前后30年60年 这60年的历史 其实就是后30年的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市场经济解放思想 思想多元 去否定前30年的僵化封闭 以阶级斗争为纲 计划经济 政治思想专制的历史 所以这两个30年怎么能够 怎么可能不相互否定呢 接下去您可以听到 中国大陆一个毛派组织相关负责人 就告诉明镜追击 透过明镜追击 谈了他对邓好平碰上毛泽东 会怎么样碰撞 对习近平有如何影响 他们的看法是怎样的 真的不是改革 对不对 就像个大夫一样 我来给你看病 我把你器官都挖走了 我是给你看病吗 对吧 我改革 我把工厂都砸没了 把工人都减散了 那叫改革吗 对不对 那不叫改革 对不对 他那就是砸共产党的犯法 过去共产党可以说是 共产党是改革 是把地主资本家的东西 共产党没收 分你工人分你农民 让农民又得到保障 工人农民得到保障 他现在把工人 过去我们的福利 过去我们工人的福利 农民的保障 都没有了 这就改革吗 你改的就是会几钱呢 农非两千多年钱 就是单干 分钱单干 你现在改了两千多年钱 两千多年钱都有纪律 都有黑社会 都有土匪 现在我们也是这个样了 你改的 这就改革吗 这叫 改的吧 改的 我跟你说吧 他改的 包括法律 毛泽东时代 没有法律 他们就是胡说八道 那时候毛主席时代 一人犯罪 全家丢人 整个社会 用道德 社会主义道德 来约束每个人 对不对 他现在看好了 法律多了 过去八十年代 就是说 大杆帽 两头翘 吃完原告 吃被告 现在说呢 原告被告都吃完 而且法律不健全 对不对 他们这个法律 就是说 中国这个法律 就像皮鸡一样 它是约束老百姓的 是吧 他改革 所谓的改革 就是法律越多 监狱的人越多 是吧 犯罪率越高 我们说吧 教育改革 父母离风 是吧 医疗改革 医疗改革 是吧 提前送租 房屋 房屋改革 是吧 口袋掏空 对吧 他的每一个改革 他改革 我们老百姓套钱 那就改革吗 对吧 他们过去 把我们所谓的 社会主义 他们到现在 他们还在骂 毛泽东时代穷 穷 毛泽东时代 没拿老百姓看病 养老住房 是吧 挣钱 毛泽东时代 物价将近20年 不涨一分钱 你能做到了吗 你一年能做到 不涨一分钱吗 对不对 就是他们 我跟你说 邓小平这个说明 他的改革开放 就是个伪命体 打着改革开放的名义 祸害中国 邓小平就祸过妖民 这位典型的 中国毛派人士 就谈到了 在他心中 或者说 在一般的毛派 他身边的毛派人士之中 习近平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 这个领导人 咱就说 胸中 是吧 无魔 肚子无魔 脑子没水 是吧 光水 你出来什么 他有什么学问 他也说毛泽东西 从五六年开始翻炒 你不翻炒 你这么 他就是 很多人都觉得 比毛泽东西强 你搞我腐败 毛泽东西搞我腐败吗 对吧 毛泽东西公告是痛快吗 对不对 你哪里都赶不上毛泽东西 对吧 过去说毛泽东西 一句话 顶一万句 你现在行吗 你一万句顶一句吗 他没有借毛泽东西的影响力 知道吧 他是左右不逢源 你知道吧 您解释一下 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认为的 这个 人家那边的人 我都认为 人家那边的 左边的人 就是我们那边的人 不待见他 不过也有些人 是说他 他只是看表面的 人家右边那帮人 更不待见他 对不对 很不待见他 就是说 说他好的人 几乎 微乎其微的 他也不是 时左时右 他就是不知道 他就听那智囊团的 你说你 做这个东西来 那对毛泽人士来看 他到底是 左的方向 打得多一点 还是右拐的方向 拐的多一点 要说起来 还是右的多一点 但是那就是说 不是 你按什么标准说 你按 共产党员的标准说 他就是完全就是右 甚至反动 知道吧 那他和邓的距离 他和邓的距离 远不远 邓的路线 他们人家不远 人家他们的距离不远 那我理解了 很远 以上就是中国大陆 一个毛派组织的 相关发言人的说法了 还是很直接的 能够看到习近平 或者说体现的习近平 确实现在是 两边受气 两边受难 毛派毛左的人 那怎么样都觉得 习近平是在望右左 改革开放派的人 又认为习近平 这个人身上左的东西 比较的多 他是习仲勋的儿子 但是他的精神之父 又是毛泽东 在这样的舆情的背景之下 今年的12月份 那其实呢 对习近平 对中共的高层来说 是比较胶着的 一方面又要去纪念 中共的毛泽东 过去的党首的 130周年名单 这是一个立牌的操作了 同时呢 又要去纪念 这是众所期待的 协议界非常看重的 就是希望中共的高层 去纪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 才准这个不点 推出一系列的 重大的改革开放的措施 中共如果说 还搞两个互不否定 不能分割来看 其实呢 是难以服众的 一方面 左派 毛左不满意 另外一方面 企业界的人士 恐怕那 会显得更加的悲观 现在企业界的说法 透过一些专业人士的 演讲 稿件 能够看出来 企业界 民营企业界 人士的要求 越来越多了 要和中国的国有企业 平权 而且希望中国的法律 要明确规定 保护私有的财产 私人的产权 等等 目前在中国的法律之中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与保护 你要说完全没有法律的条款 这个不客观 但是它是散建于 分散在一些不同的法律 法规 规范之中 所以业内的人士 还是认为 那中共 或者说建议中共 要避其功于一役 制定一部单独的 比如说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保护法 促进法 等等 把所有的疑惑 给民营企业家打消掉 现在已经是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了 就看你习近平 就看中共高层 能不能做得到 就看破镜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会不会有真刀真枪 使出来 刷出来 如果说还是过往的一些提法进行汇总 没有从根本上来实现 企业家们的愿景 那恐怕从中长期来看 就算热议中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踩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布点上 12月18日召开 那从中长期的效果来看 恐怕它也没有办法去彻底的调动 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 彻底的恢复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